教育孩子要使用正确的方法 首先不要用懒、笨、粗心这种词批评孩子 这样很容易让他们相信自己就是那样的 于是限制了他们正常的发展 其次即使是出于教育的目的 也千万不能骗孩子 因为儿童缺少判断能力 看到父母骗人 他们也会学着说假话 教育孩子要使用正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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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不要用懒、笨、粗心这种词批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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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很容易让他们相信自己就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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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限制了他们正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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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即使是出于教育的目的也千万不能骗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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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千万不能骗孩子 他们也会学着说假话 因为儿童缺少判断能力 看到父母骗人 他们也会学着说假话 因为儿童缺少判断能力 看到父母骗人 他们也会学着说假话 因为儿童缺少判断能力 因为儿童缺少判断能力 看到父母骗人 他们也会学着说假话 教育孩子要使用正确的方法 首先不要用懒、笨、粗心这种词批评孩子 这样很容易让他们相信自己就是那样的 于是限制了他们正常的发展 其次即使是出于教育的目的 也千万不能骗孩子 因为儿童缺少判断能力 看到父母骗人 他们也会学着说假话 教育孩子要使用正确的方法 首先不要用懒、笨、粗心这种词批评孩子 这样很容易让他们相信自己就是那样的 于是限制了他们正常的发展 其次即使是出于教育的目的 也千万不能骗孩子 因为儿童缺少判断能力 看到父母骗人 他们也会学着说假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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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